在四川团的开放于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有近百家中外媒体是云集于此 站在星期点的四川如何完成制属新川新任务 而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成都来说 如何更好地完成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这些热点话题也都成为了现场问答的焦点 长枪短炮一座难求 今年的全国两会四川团开放日吸引着众多中外记者的目光 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 生态环境治理怎样继续推进 今年的营商环境是否更好 热点问题一个接一个 而作为前省主干城市的成都 自然不缺乏关注度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 成都在新的一年如何高质量发展 备受大家的期待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裁的记者 我的问题是关于成都市的 我们知道了成都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新一带的重要节点 正在加快建设西部国际盟户枢纽的城市 打造内容开放新的高质 西部国际盟户枢纽城市建设 成都今年会放哪些大招 中央广播电视总裁记者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成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举措上 在他看来从内陆腹地变为国家开放前沿 崭新的角色定位让成都迎来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火车头的新奇迹 可能我更关注的还是成都的航空 包括这个铁路的打造 像这个对外拓展的这样一些情况 所以想特别想借这个两会的机会 来了解一些成都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 还有就是下一步我们会采取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措施 114条国际航线 285家世界500强企业 144小时外国人过境免签 94个国际有城 一连串惊艳的数字让大家眼前一亮 成都已经跳脱西部内陆城市的格局 迈向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 并且这几年我们觉得做得很好 不管是世界500强在成都的入住 还是成都的各方面的通道建设 它的科技创新 还有它的对外开放国际活作发展 我们觉得这个是拭目以待的 一些美食啊 还有一些景点非常吸引游客 我觉得可以成都在这方面做得是非常好 就作为旅游城市来说 我觉得是因为我是在澳门 澳门也是旅游城市 所以我觉得澳门是在这方面是要学习成都的 我知道那个从东京还是从大帮那个直达的航班 所以那个比 因为那个对日本人来说 那个从马基地啊那个有很兴趣 很感兴趣 所以那个这个直达航班 有直达航班的话 那个对日本人来说很方便 对内落实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使命 对外打造四项拓展全域开放门户枢纽 今年成都将在支持境内外金融机构 道容设立区域总部 推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航空口岸 七成24小时通关服务等方面持续出招 以更加开放的崭新姿态 践行国家中心城市和全省主干城市的责任和担当 成都啊这个天府四国啊 又对于这个国外有很大的吸引 所以我们现在是三个方面来发力 一个方面通过我们和旅游户们来发力 第二个方面通过我们和境外的旅游户们来相互推广来发力 第三个呢通过经济往来的不断加密 和政府之间的商贸往来 所以说在以成都为中心 做另外一个在西部的国际航空枢纽 本台全国两会特别报道组 北京报道